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产品经理的分类 这里会介绍三种的分类方法 那刚才我也提到说 对于工作五年左右的产品经理来说 他的通用的技能 比如说设计方案呀 项目管理呀 这个商业呀 数据分析呀 这些能力基本上是 可以说到了一个瓶颈了 就不会有特别大的 再快的一个成长 这个时候呢 往往就是再往后的发展 就很需要去用他的行业经验了 就是在某一个行业里边的一些洞察 一些深入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他一些能力 所以呢意思是说呢 五年之后呢 大家建议是不适宜频繁的跳 然后那么就需要选一个合适的 一个领域 选一个合适的一个产品的职位 也就是说产品是分类的 那么我这堂课就要介绍 产品经理的几种分类方法 我这里会介绍三种 比如说大家看到这个PPT 对吧 这边几个图对吧 这三个图 这是我在某这个平台 对吧 看到了一些 这个我们的一些招聘的信息 对吧 那这里边呢 你会看到一些关键词 比如说 哎 这是高级产品经理 他是扩了教师 那就是教育行业 对吧 这是后台的 对吧 是后台的 你看这是教育业务 对吧 也是教育行业 商业策略 商业搜索 他是提到搜索 然后还是商业搜索 OK 再比如说 他是搜狗的 你看再比如说 高级产品经理 这个没说 但他是属于地图这个行业的 就是偏后端的 这个是高级平台的 是偏平台的 平台型的 对吧 这是中后台的 中后台其实我们也认为 可以说是后台 有的是分子在细点 中台后台 对吧 然后这个B端的 B端其实也是偏后台的 对吧 这个没说产品经理是什么 但可能里头会有细的描述 然后这个内容的 这是内容行业 对吧 这个是高级车辆网的 这个其实就是车辆网 和自动驾驶 可能有关系的 这些 那么我这随便挑了几个页面 但就是说 其实呢 把我这个分类学了之后 应该是都可以归到某一类 好吧 就是把我这个三个分类法 学了之后 应该都能归到某一类 那么我通过这三种分类方法 让大家对于这个 产品经理的一些分类 有些了解 尤其是什么呀 了解的原因是什么 尤其是要明白 每一种分类 每一个具体的类别 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职能 它的技能上 对你的技能有什么要求 或者对于个性啊 或者未来发展 有什么一些要求 一些一些特性 让大家熟悉这个 这个呢 就能够对我们做选择 起来一个帮助 对吧 这是我学这个的目的 好 那么第一个分类方法呢 我是叫按照职能大类来分 什么叫职能大类的 就是说 比如说呢 用户的 后台的 就是在于做产品经理来说 我这里稍微多说一点 因为考虑到我们有同学 是可能没有编过程 或者没有 技能机的技术经验 就是说 大家可能见到的 就是我们以一个微信举例吧 看到个微信 就是说大家可能 常见的理解就是 我能看到这些界面 对吧 是什么 但实际上呢 用户的每一个界面操作 它后面也是要做处理的 那 比如说你的微信 你去拉了一个群 对吧 你拉了一个群的话 那你是拉了十个人 然后你发了个消息 那你发消息之后 哪十个人收到这个消息呢 那其他几个人 都收到这个消息 对吧 那这个谁该收到 谁该不收到呢 这个是由微信的 后台来决定的 对吧 后台他会说 你拉了这十个群 这一个十个人的群 这十个人的ID是什么 然后他会根据你的 这个东西 根据他的一个群发逻辑 去把你的消息 去发给这十个人 对 去发给那十个人 这就是后台在干的事 也就是说 你在前面的操作 都是叫用户侧的 叫用户侧的 前端操作 我们叫用户产品经理 或者叫前端产品经理 有的是叫前端产品经理 有的叫用户产品经理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你在这个 微信的这个页面上 这些 你看到这些 比如说这个聊天 通讯录 这个朋友圈 然后我的 这几个东西 包括这些东西 什么样的 这就都属于用户侧的 前端侧的 这叫用户产品经理 那么后台是什么 后台是说 你的这个东西 点了之后 它的服务器要响应你 它要处理你这个东西 你拉了个群 然后马上发现 多了一个东西 多了一个多少框 然后框里有十个人 什么什么的 对 它就后台一个东西 响应你 后台就是后台产品经理 他们是来做这个逻辑的 有很多种逻辑 他们是后台产品经理 然后呢 数据产品经理是什么 数据产品经理是说 我这个平台上 有多少活用户 每天 有多少人在用 有多少交易 多少金额 这些关键的数据指标 业务的关键的数据指标 是由专门的 数据产品经理 他们来定义 他们来负责 把它做出来的 比如看到每天 有一个报表 或者有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来做的 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平台产品经理是什么呢 平台产品经理是说 有的公司 我不一定很严谨 这是一个主要的 主流的一个分法 就是有些公司 它会专门有个 叫平台产品部 你比如说美团 它这个平台产品部 它的各个业务 比如说有外卖 有这个猫眼电影 有这个酒店 对吧 有旅游 有这个交通 或者有什么地人 等等其他的一些 对吧 或者是点评那些到餐 他各个业务 然后他你会发现 他的首页打开之后 大家每个业务 有个有个口对吧 那我跟你说 这个首页 就是属于他们平台 他们不来管的 他们来确定 这个首页是长什么样 比如有几个入口 然后有些什么广告位 然后呢 这些入口该分给谁 什么规则来分给大家 然后分给你们 你们必须保证说 什么标准 才能够在这 就是你要达到一个服务标准 这都是他们来定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你会发现 每团的首页上 他有一个栏目 是订单栏目 对吧 还有一个叫我的 这个栏目 对吧 那么 诶 这就是我的这边 就是你的个人的账号 所以我们叫什么 叫用户体系 对吧 叫用户体系 还有就是那个订单系统 这些公用的 都是他们平台的 来负责的 有的公司可能不太一样 那一般来说 就可能这些公用 就是他们弄的 比如他建一套账号体系 比如说 你可能 去买外卖 或者看电影 或者订酒店 或者去买什么票 你都是 有个账户的 对不对 你这个账户 就是美团IP的账户 那么这个账户 外卖不用管 酒店不用管 猫眼也不用管 他只用 直接用美团平台的 就行了 所以呢 这个账户 我们叫用户体系 叫账户体系 就是平台来给你建设的 那么平台 除了给你建设一套 你的账户体系外 他可能还给你弄 一个什么积分体系 积分体系 鼓励你不断用 来积分 对吧 等等等等的 这都是平台产品 他们可能要干的 对吧 那平台产品 可能有的还会去 然后增长产品经理 就是有的公司 现在因为 要拉新用户过来 他甚至专门设计岗位 来增长的 就是说白了 就是让我们的公司 用户越来越多 对吧 用的人越来越多 用的时间越来越长 用的金额越来越多 等等的 是来做增长的 那么呢 我这里呢 给了几个典型的 某平台上 典型的一些职位描述 这里头 他会有一些职位描述 包括一些requirement 就是职位要求 这是一些技能 一些要求 但我觉得有一些 会写的好一点 有些其实不是很清楚 就是 我想说的是说 我在这里 列举了这五个类型 按职能大代 来分的五个类型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解释 每一个类型 它有什么技能的要求 然后你再看一看 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对吧 跟你match不match 对吧 那么 首先 都是产品经理 都需要有一些通用能力 刚才说的需求分析 包括方案设计 包括项目管理 其实这些大家都要有 我就这个不说 我就说一些 可能给人印象当中的一些 稍微突出一些的亮点 一些特点 比如说用户产品经理 用户产品经理 刚才说了 他是面向用户的 那么他面向的是 广大的这种消费者 那么广大消费者 有什么特点呢 大家往往是各种各样的人 心智模型不一样 心理不一样 然后一些社会行为不一样 所以呢 往往用户产品经理 他们需要懂什么呀 他们可能更在于 就是比如说 这个心理学呀 或者是社会学呀 他可能 更有一些知识常识 他能够知道说 用户是什么样的心理 用户是什么样的认知水平 他结果 包括结果一些数据 他能够知道说 这个用户 我要怎么去照顾到他 他善于从用户角度 想问题 善于从什么 从场景 从这个用户体验 用户需求的角度 来看问题 他们善于去 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就是把自己变成 一个普通用户 然后提出一些问题 需要达到一个 好的体验结果 所以用户产品 往往擅长于体验 交互设计 就在设计上面 交互让大家都方便用 各种不同的人都方便用 然后包括说 善于说一些 懂一些心理学知识 懂一些用户研究的知识 懂一些社会学的知识 然后会说 可能就比较好的审美 懂吧 就是说 我设计出来的东西 虽然说最终是有设计师来把关 但我最为 最开始的这个idea 产生了 我不会设计一些 特别丑的东西 对吧 或者不会设计一些 特别难看的 这其实也挺重要的 对吧 包括他们可能善于 经常用一些 abtest的方法 就是所谓abtest 就是两个方案 去做一个对比 善于用abtest 做一些方法分析 等等的这些 这可能是用户产品 它的一些 日常做多一些的 更偏向一些的一些技能 特殊的技能 那么后台产品经理 刚才说了 后台产品经理往往是什么呢 后台产品经理 他们很多时候 它可能是 迁注在后台逻辑多一些 就它直接面向用户 可能少一些 什么意思 就它可能不太需要 去设计前端界面 大家懂吧 比如说我是一个 负责库存的人 负责一个交易系统的人 就是交易流程的人 或者负责订单系统的人 就是我 比如说我是淘宝的 那我往往是 你用户下单 我只能保证 它那个订单系统 后台那个单子 它都是正常的 它的单子之间轮转 都是正常的 OK的 或者我保证 它单子付的钱之后 能够正常发货 然后退货之后 能够正常的退货 能够正常处理投诉 就可以了 也就是它 可能不太需要 去设计前端界面 长什么样 那么这类产品 它往往有什么特点 往往是需要 很懂逻辑 就是业务要很熟 因为什么呀 作为一个产品来说 实际上 用户 普通用户见到的 往往是 冰山 在水面上的 那十分之一 冰山在水面下的 十分之九 也就是百分之九 往往其实更多 也就是后台 往往是 冰山在水面下的 那一部分 什么意思 就是往往是 很多公司的 后台产品经理的数量 是远远大于 前台 前端 产品经理数量的 或者叫用户 产品经理数量的 可能是 好几笔 笔的这样一个配比 为什么 因为后端的 逻辑会比较复杂 它很逻辑复杂 所以后端产品经理 它往往是 有这些 额外的要求 就是逻辑很好 很重逻辑 然后可能还懂点技术 然后尤其是 非常精通业务 非常熟悉业务 因为它可能是 在业务 各个业务之间 要把它梳理得很清楚 才能够设计出 正确的后台 就是你别 逻辑都设计错了 这不行的 一定很懂业务 对 再就是什么 再就是 它的这个数据 也是很依赖数据驱动的 去做一些决策的 对 甚至可能还懂一点技术 比如说一些API的知识 或者数据库 它们都要懂 包括说数据 关键数据文档 这些都要懂 对 这是后台产品经理的 一些特点 那么 数据产品经理是什么 刚才说的 数据产品经理 它是 我往往要干几个事 第一个是什么 就是 我做数据是为了什么 我做数据是为了 让我们业务 有一个好的 评判的标准 也就是让业务有眼睛 让业务有一个 智慧的眼睛 所以它往往要干什么 它要 是要收集数据 然后要定义数据 然后要清洗脏数据 然后 把这个数据拿到之后 我要出出一些 有价值的一些报告 report 或者是给一些 分析结果出来 或者是给 提供一些分析工具出来 甚至是我数据本身 挖掘之后产生有价值的东西 我能把它去卖 作为一个数据本身 作为一个产品 你比如说淘宝指数 对吧 或者说那些 最近那些卖数据的 比如说那些 Apply那些 卖数据的公司 或者以前的友萌 对吧 或者是百度指数 对吧 你其实都可以把百度指数 或者你像那个抖音 它有新图 对 头条有新图 对 它能把一些 用数据 把它分析之后 成为一些 能够帮助你决策的产品 然后它卖给你 卖给你 你比如说假如你是投资公司的话 或者你是个市场公司的话 你非常想要有一手的数据 拿着去搞这些数据 这些公司 它就手上有海量数据 上亿 几亿的用户数据 然后它把这些数据 经过生产 经过处理之后 它给你 然后你一看 90后多少人 80后多少人 大家消费水平什么样 你一看就知道了 我们做投资公司 我该投什么 有价值了 所以它可以把数据 变成产品来卖 所以这是数据产品 所谓的 他们能干的事 你像阿里 其实就强调什么大数据中台 他们就往 他能做这个 就是把数据变成了一个 能够卖钱的东西了 这就是数据产品 你做的事 数据产品经常要做 就是刚才说了 数据的这个收集 采集 以及清洗 然后数据的这个处理 转换 然后各种数据的应用 包括一些可视化展示 那么他们要 经常跟一些什么东西打交道 首先是他也要懂业务 很懂业务 第二是要对数据敏感 对数据感兴趣 就是你不能说 看数据就很枯燥 觉得说我不想看 不是 就是网络数据产品 需要对数据敏感很感兴趣 然后就是他能够知道 这数据能产生什么东西 第三是什么 可能要懂一些 数据库的知识 或者懂一些大数据的知识 懂一些数据挖掘的知识 对 然后就还要一些 商业的sense等等 这是数据产品经理 它的一些特点 然后现在数据产品经理 其实已经 最近四五年 其实越来越发展 为了越独立的方向了 还有 这个平台产品经理 刚才说的 我举了个例子 平台产品 可能网络是要跟什么打交道 网络他是一个平台型的 然后他面对的是各个业务 那首先他可能是 对于各个业务的抽象能力要很强 因为你要做一个平台 大家都在用 那你能不能把它抽象好 对吧 就是你做一个订单系统 大家都要用的 就是美团的 那个订单系统 那你各个业务的 业务不一样 你的订单能一样吗 对吧 那你怎么能把这个做好 是吧 所以你可能是要有 比较强的业务的抽象能力 然后你也有个 很强的沟通能力 因为你做平台来说 你没有自己的产品 你是大家在用你的 你要支持大家 所以你可能是要有 很强的沟通和推动落地能力 协调能力 可能要尤其强 更强 还有什么 你可能用户体系 你要善于搭建用户体系 账号体系 等等的这些东西 然后你可能要 善于制定规则 等等 这些可能都要擅长 然后增长产品经理 增长产品有的公司 叫用户增长产品经理 有的是叫什么什么 反正大概就是增长这一类吧 那么这里面 增长就是通俗的说 就是更多的人要来用 更多的人来用 然后是每个人用的时间更长 还有什么呀 老用户你别走 那就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拉心 拉心用户 就是更多人来用 然后活跃 活跃就是来了之后 咱多用会 对吧 就什么平均使用时长 什么活跃次数什么的 你多用会 这叫促活 拉心促活 留存 留存就是老用户来了 你别走 你别流失了 对 就是一年以前 老用户 孩子咱们这也用 还有20% 30%的人 在留存 在留存 对吧 不是一锤子买卖 这就是增长产品经理 他们的目标往往是 拉心促活 留存 那么他们往往擅长什么呀 他们往往擅长说 我怎么做推广 包括说 怎么做广告呀 怎么做一些 怎么做裂变 对吧 最近一流行的方法 我去搞裂变 怎么做营销 包括说增长黑客 他们经常说 有本书就增长黑客 对吧 用一些增长黑客的办法 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好增长 对吧 简单来说 他们就是想花小钱办大事 往往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能不能少花钱 但是我能搞很多用户过来 后客成本 对吧 我能不能一个比较低的后客成本 搞更多人来 然后来了 咱就别走 大概就这个意思 那么 那么我以上说的这几类 就有 具有以上这些能力特点 对 然后它往后也是一个细分的方向 那么这是按照直动来分的 对 一种分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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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